趙委員好 邱市長好 也要先稱您未來的邱部長 我們現在在審這個組織法 就是期待這個歷史難得的機遇 在未來中華民國的歷史上 我們終於要成立了衛生福利部 代表我們在衛生的業務 醫療的業務 以及我們社會福利的業務 就要終於結合在一起 如果說您這個 我們是期待您成為第一任的部長 這個是難得的歷史機遇 所以我以下所做的這些建言 都是希望在歷史機遇裡面 可以讓事情做得更圓滿 讓這一開始上路 就能夠一步到位 第一個要跟您救教的 就是說我一直很關心的 這個兒少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說 我有正式的這個提案 當然很期待 我們在這些屬裡面 能夠是有一個兒少屬 那當然 我們在各種溝通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有聽到了很多的 不可行的部分 因為在屬的有限 或者很多的這個 身障別 或者很多的考量裡面 我們從這個貴族 跟我們的溝通 都是提到不可行的部分 但是我也要做一個提醒的部分 是在於說 我們呢 其實在1993年通過的 兒童福利法 就有明文規定 中央要設立兒童福利專責機關 掌管全國兒童福利業務 這是第一個 這是法有明文 第二個呢 我們其實設立兒童局啊 已經是一個相當十幾年以上的這個歷史 而這個歷史呢 在當時 亞洲國家也好 先進國家也好 我們是並駕齐區 是一個創局 而且呢 在這些年累積下來 有相當多的成果 當時是設置在內政部 兒童局 那我想要提醒您的就是說 可行性的部分 多麼的不可行 多麼的困難 我都聽過了 但是我要提醒您是說 第一任的衛生福利部的誕生 如果就讓兒少的主體性 讓兒少在我們過去國家的一種先驅 而且已經建立起這樣的一個標杆 很可能就會在第一任的衛生福利部被消滅 不存在 沒有了主體性 這跟我們現在對兒童的重視 絕對是背道而馳 絕對是一種違反潮流的作為 所以我想請教署長 縱使只剩下少數的人在做堅持 但是我認為有非常多的人在關注這樣的議題 所以想請教您 就是說一個兒童少年的福利 在過去內政部有兒童局 而現在在衛生福利部 完全沒有消失在這個主治法裡面 您有什麼樣的對策 您有什麼看法 我想我跟趙委員同樣 在也認為這個兒童少年是國家的棟梁 也是我們的未來 所以我非常重視他 那麼從整個架構來看 事實上是在這個社會及家庭署裡面 或者是在將來也許是其他的名稱 或者家庭福利署 因為兒童跟家庭是不可分的 那實際上所有原俗 而內政部兒童局的兒童少年保護的業務等等 事實上不但是沒有減少 而且有強化 而且更增加 我想也許檢市長可以再說明更詳細 好 我跟趙文報告 其實我們不管說未來是叫社會及家庭署 或者是說家庭福利署 那在那個署的下面 其實我們都去強化有關兒少的這個議題 那包括說我們在下面 行政院現在目前的版是兒少 今天所送進來的資料 是兒少婦女組以及家庭支持組 這兩塊業務都是原來兒童局的相關的業務 那當然委員也要考量說 兒童局它原來是一個組織 獨立的機關 可是現在因為我們組織改造 不可能有那麼多的機關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相關的業務 都融入在這個署裡面 那其實是擴充 那他就失去主體性了 你看喔 我們以前的觀念 兒童不是家人的財產 可是你現在不僅失去了機關地位 還把兒少跟婦女又放在一起 那是極為落伍的觀念 兒童是沒有辦法發生的一群人 但是我們把以前有主體性的打散在所有的單位裡面 你名為擴充在我來看就是失去了那個主體性 有什麼具體的舉措 機關也不見了 主別還跟這個其他的婦女合併了 反正你就認為兒童就是家庭的 兒童就是媽媽的 這是何等落伍的觀念 這是你們提出來的草案 不是就是這個只是初步的一個那個構想 那當然因為也經過多方討論 還要經過多方討論 也就為什麼今天是 行政院的那個社會及家庭署的組織法還沒有進來 因為還在爭詢大家的一些意見 那我想這一塊我們今天委員 剛剛王委員也有提出來 是不是要一個兒童及兒少福利組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這個都會在我們在下一次送組織法進來的時候 會做一些通盤的一個納入 好謝謝您的說明 署長所以你可不可以具體承諾 兒童現在已經在機關的地位不存在 但是最起碼在未來的兒少署也好 或在整個衛生福利部也好 整個跟兒少有關的一個完全組織 有主體地位政策 你一定能力的在一個行政單位 你會不會承諾說 他要有一個主體的存在 好我們一定尊重委員的意見 好謝謝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這個 口腔衛生保健跟牙醫的部分 我們知道在世界的趨勢裡面 中醫西醫牙醫 它是完全獨立的系統 不管我們在教學考試 還是在我們現在的健保給付 國內外例子都一樣 它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總是認為牙醫好就是 西醫的眾多科別其中一個 其實它是牙醫西醫中醫 是完全獨立的系統 這是不是您是專家 據我們的了解 您覺得這樣的說法正不正確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趨勢 那麼對於口腔衛生 現在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國家的一個entity 一個領域 所以這個我想 剛才委員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我們應該把這個 更重視口腔衛生的影響 對 這前兩天的新聞 說35歲以後 掉牙的主因是牙周病 台灣的取齒率也是世界排行 數一數二的先進國家裡面 那我們也看到說 日本因為它就是一個 有一個獨立的牙醫的 在相關的後生省裡面 有一個獨立的行政機關 所以它開始有政策推動 1989年就開始推動 80 20 牙周病防治運動 80歲還有保持20顆健康的牙齒 是何等偉大的一個目標 擬定各種的 單獨口腔衛生的政策 那我們也過去跟邱局長在討論 我們光是屠佛這件事情 執行率就不到兩成 你看看 多麼被漠視 所以我要強調的就是我的具體建議 具體建議 在我們衛生福利部裡面 目前勉強設了一個口腔 這個口腔學會 衛生學會 健康學會 我認為這樣不夠 我們應該在私級的單位裡面 要把口腔衛生 單獨跟西醫中醫一樣 成為一個被重視的 這樣的一個主體 這樣的一個方向 您的看法怎麼樣 好 那個目前是以獨立的 常設性的任務偏組來進行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會 那事實上這個單位的主管呢 是由檢任級以上人員擔任 他直接是向部長或次長的負責 所以其實他是很決策成績很高的 那如果委員當然有另外的建議 我們都會尊重 好 我知道這個一個任務編組 他有可能比較高的一個成績 但問題是任務編組 跟常設性的業務單位之所不同 就在於說 他不管在平常的這個行政的執行 政策的擬定 我們跟很多的這個牙醫界 不管是學會還是學界啊 他們不接受這樣的一個主張 處長你在溝通的時候 說你們要去溝通 我不用說明時間不夠了 他們仍然沒有接受這樣的一個看法 所以這件事情我個人保留 我目前保留這樣的 就是對於這樣的一個主張 我還是要持保留的意見 我們再行做溝通 那最後呢 我想最後一點就要跟您討論就是說 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第一任部長的歷史定位很重要 我們知道說現在的這個中央健保局 從以前從國雲事業 變成是一個行政機關之後 我們有很多要處理的 包括你各地的門診中心要處理 各地門診中心要處理 我們高雄市 最近就要開始 就是結束了 結束之後呢 裡面有18位同仁 發生重大勞資爭議 因為呢 我們從過去的這個相關的紀錄裡面 不管包括你們這次送進來的草案裡面 就有講 除了原聘僱暫缺的約聘僱人員 之外 還包括了原僱用的業務助理 這些部分 都應該要本法施實之後 繼續任原職 到他離職或退休為止 結果現在 在原來你們的做法裡面 竟然把這18個人 直接把他支錢 很多人再隔幾個月叫退休 而這些人啊 如果在民間機構 你們就違反勞基法了你知道嗎 我們有跟老委會詢問過 這是重大勞資爭議的瑕疵 雖然只有18個人 所以你們很輕易可以犧牲他們 但是這會成為衛生福利部上路以後 最重大的污點之一 它會成為了在衛生福利部上任之後 留下一個重大勞資爭議的不名譽的不道德的做法 那我們也開了好幾次會議 那我們的健保局說實在也蠻從善如流 很積極在面對這件事情啊 所以我們有留下了會議紀錄 我不知道他存給你看了沒 我待會會給您參考 裡面講得很清楚 從上一屆的這個 從過去的政府到現在的執政者 從上一屆的立委到這一屆的立委 都留下了班班可考的紀錄 上一次的確認這些業務助理 這些原來佔顧人員 他們都是必須做到離職 或者他自己離職或者是退休為止 所以報告署長 這件事情你會不會承諾說 你會用最積極的態度 去解決這個勞資爭議 用最積極的態度 去面對過去所留下來的這些相關的紀錄 協助這18個人 能夠讓他們的這個工作權 不會因為我們基於要讓衛生福利部上路 就輕易的犧牲掉 是我已經很積極在關心這件事情 事實上我昨天才跟他在討論 是不是那個代局長 考試一下現況 署長已經指示我們積極的爭取 我們正在行文要往上報 積極爭取 希望爭取到能夠專案列策 到離退為止 謝謝 我要告訴署長 這個我們的這個局長在這一件事情上 跟他的所有同仁是很積極面對 那但是可能力有未代 拜託署長 您的第一任部長 如果能夠解決這個重大爭議 那也不是你造成的 但是你能夠解決的話 歷史流民 好 謝謝 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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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词曲,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